2月4日 知年问里 贺新春 2024 黄鹤 银春美国华人春晚 及全球杰出华人贡献奖 颁奖圣殿 在圣津玛斯市伯尼塔艺术中心隆重举行 近千名观众贸易前往观看 剧院作物虚席 政商 桥界与艺术界等多方代表出席 晚会由美国南加州湖北同乡会主办 雨点艺术中心联合主办 龙湖娱乐协办 这次春晚是第七届 黄鹤春晚首次颁发了 全球杰出华人贡献奖 美国南加州湖北同乡会成立于1985年 是由来自台湾的湖北籍乡亲王志清将军 在洛杉矶发起创办的 是洛杉矶地区少有的 来自大陆和台湾的湖金 共聚一堂的大型非营利机构 现在有相亲700多人 自2017年5月以来 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黄鹤迎春 美国华人春晚和七届储神大赛 是南加州颇具影响力的社团 本次黄鹤春晚首次设立了全球杰出华人贡献奖 以表较他们在各个领域的突出贡献 美国国会员赵美新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 主办方美国南加州湖北同乡会 一直以来为慈善机构美国癌症协会 和自闭症儿童捐款等服务社区所做的贡献 特别赞扬了湖北老乡黄春华博士 创业后成功回报社会 为母校武汉大学捐款4000万美元 为英国母校捐款5000万英镑 为加州阿凯迪亚USC医院捐款750万美元 为旧金山华人医院捐款700万美元 并亲自为美国国家金融集团董事长 黄春华博士颁发了全球杰出华人贡献奖 纪兵会长和张明俊理事长 为获得全球杰出华人贡献奖的 美国普莱瑞资本CEO 焦尼章 TPLOT INCCEO GMT Kung Fu School首席运营校长 澳门环球元宇宙科技公司创始人 李贤颁发全球杰出华人贡献奖 申盖博士市议员丁岩玉在致辞中表彰了 美国南加州湖北同乡会 坚持不懈传播中华文化的努力 并为主办方颁发了合照 亚凯迪亚市市议员马埃林致辞表示 作为湖北人特别支持美国南加州湖北同乡会 及其同乡会举办的一系列活动 为黄鹤春晚创始人张明俊颁发了亚凯迪亚市徽章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理事长江晓东 高度赞扬了主办方为弘扬中华文化所做的贡献 黄鹤春晚已经成为南加州的著名品牌 相信会越办越好 著名侨领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张素九致辞 从参加第一届黄鹤春晚起 黄鹤春晚口碑相传 借借精彩 祝愿黄鹤春晚越办越好 由总导演主持人刘伟清新打造的晚会 以春节的由来和习俗为线索 以观众体验为重点 凝聚中华传统文化精华 由当地的艺术团体上演了一场 别具人文气息的视听盛宴 同时通过本次春晚 也展现了南加州侨胞的爱国思乡 团结友爱的风采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春节 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最后一首《南望今宵》 为大家送上了新年的祝福 也正是在黄鹤春晚的舞台上 为大家带来了这样一场 南望今宵的美好时光 华夏电台记者圣迪马斯市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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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